哈喽,大家好,我今天要分享我自己的煎饺的配方 我们第一个会教大家做这个半烫面的饺子皮 第二个是我这个独家的酱汁 特别分享这个酱汁是因为我以前在外面吃锅贴饺子 总觉得他们的这个调味料或是酱汁都少了一个味道 所以就不够丰富,感觉就有点淡薄 所以我就自己搭配研究出这个调法 那你们也可以在家试试看 如果不吃辣的可以把辣油的部分拿掉 那就是如果你的材料都齐全的话 照着做一次这个酱汁真的是很棒 另外一个特色就是我们的馅料 我们这个馅料是会爆浆的 所以你们在吃的时候要特别小心 我们先来制作这个饺子皮的部分 饺子皮的话我用到中筋面粉跟适量的盐 然后混合之后呢我们再用拌烫面的方式来搅拌 我今天用到烫面的这个热水的温度是70度 一样先倒进去之后用筷子把它搅成小块的这种碎块状 都完全吸收这个热水的状态后 我们再加入剩下的凉水的部分 这个凉水就是常温水就可以 不需要是冰水 那一样把它完全搅到已经没有液体状 然后它变成这种碎碎的这种疙瘩状的时候就可以了 接着我把这些碎块以及还有一些干粉 混合之后放到一个台面上 干净的工作台面上 我要用手揉捏把它变成一个面团 那如果说你的盆底是比较宽口的这种 你可以直接在盆里面操作都可以 我们在用手揉的过程有时候会有点沾黏的感觉 你可以等到我们这些所有的干粉都已经吃进去这个面团了 但你要再把它揉到稍微有点光滑 那会有点黏手 你可以像我这样撒一点点粉在自己的手上 但是不是加很多的粉 记得就是能不加太多的粉的话 就是尽量控制一下你加粉的一个用量 那我们就是揉到它是不用到非常光滑 但是就是至少它是均匀的一个团状 然后没有太坑坑巴巴 像你现在看到这样子就可以了 而且主要是它已经不沾手了 把揉好的面团放到塑料袋或是密封盒里面 我们静置让它醒发大约是50到60分钟 一个小时后我们把这个面团拿出来 表面撒上一点点的玉米淀粉 让它不沾就好了 不要撒太多 那接着我们就来分面团 我今天的面团大约是10公克一个小剂子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去调整你这个饺子皮要多大张 然后要用多少的克数 12到15我觉得是上限了 不要太大 那再来的话我们选用一个慕斯圈 我今天分享这个方式是特别给一些 它就是没有办法擀圆一个饺子皮的朋友们 你可以试试看这个方式 一样把它沾满了这个玉米淀粉之后 你就正常的去左右上下这样擀 把它擀成一个不规则 但是是接近圆形的之后 那第一个它一定要比你的慕斯圈的直径要大 所以你先看一下你的慕斯圈可能8公分9公分左右的大小 10公分也可以 那好了之后把你的慕斯圈放在你这个饺子皮上面用力一压 那旁边不规则的就切掉了 这个是最简单 然后就你不用担心你还要把它练得很圆这样子 在家自己做东西不用那么有压力 但是你一样可以做出这种圆圆的饺子皮 因为圆一点的饺子皮可以帮助你在做包线的时候收口会比较好收 那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大家常看到的一手拖着饺子皮 然后一手擀 那这是最传统的方式 那如果你可以操作这样子擀得圆的话也可以 再重复看几次 我们就是不会用擀面杖直接擀出圆的饺子皮的话 你可以用这种方式一样先把它擀大张一点 然后把这个慕斯圈压印上去 把不规则的边把它削减掉就可以了 接着我们来做这个超多汁的猪肉饺子馅 我们先准备一下卷心菜的部分 在台湾的话你就可以用高丽菜 然后我们把它先切丝 粗切就可以不用说要把它切得很均匀很细的 这个步骤只是方便我们把它用盐去出水 所以比较好抓拌 所以你大概粗切成条状就好 今天我用了150公克的卷心菜 高丽菜 然后配上一茶匙的盐 然后我先把它翻拌一下 可以稍微用点力气 然后把一些更粗梗的叶片把它压碎一点 这样可以帮助你出水的速度不用等这么久 那我大概把它翻拌稍微均匀一下之后 我们大概等15到20分钟之后 我们再回来做下一个步骤 再等这个卷心菜出水的时间 我们可以先来准备其他辅料 葱花香菜蒜末香苓这些 那我这边特别示范是 让你们看一下葱花的部分的话呢 我会把它保留葱绿的地方是来做酱汁用 然后比较葱白的地方我们可以拿来做内馅用 所以你可以把它区分出来这样子 那当然你部分你要整个混着用 这个也没有关系 20分钟后我们用手 更用力的再去搓一下这个卷心菜 把它再搓碎一点的感觉 而且你会感觉有一点点出水 那我们把水挤干了之后 再把它剁碎成像影片 你看到这种大小就可以了 其实跟葱末的大小差不多就可以 然后我们接着就来跟猪肉 跟其他的辅料一起混搬在一起 今天特别选用了五花肉的部位来做这个猪肉馅 它的汁水量跟油脂的香气是最够的 那你不用担心吃起来会很腻 你可以试试看这样的做法 你就可以知道说为什么我特别要用这个五花肉来做这个猪肉馅 如果你单纯用一块很瘦的瘦肉的话 吃出来其实就吃这个肉的感觉 但是它那种香气还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别的 再来其他辅料也一起放进去 有葱末姜末香油酱油糖还有米醋 如果你没有米醋的话 你可以用一般的白醋也可以 记得一定要先把它抓拌均匀 像我影片里这样子我会把它从纸缝里这样挤出来 那你确保我们的蔬菜跟肉都是很均匀的和在一起 那你也可以用这种顺时针的方向 一直用筷子去搅翻它也行 那因为我今天这个盆它比较窄 它很容易溅出来 所以我是用手去抓拌的方式 就是有点像去打这个肉泥的这种感觉 抓拌均匀之后 你可以把它封起来 或是盖上盖子放到冷冻 先让它30分钟左右的时间 稍微没有让它那么软黏的状态 有点点半冰硬的感觉的时候 我们就可以来包饺子馅了 我来示范一下 就是没有经验包饺子 你可以用这个方式试试看 第一个周围先抹上一点点的淀粉水 中心点我们先把它捏合 记得你的饺子馅一定是放在正中间 然后你再把它两边各收两到三个折子 你在收折子的时候如果发现你的淀粉在饺子皮上太厚了 黏不起来像我一样沾点淀粉水 这样子就可以捏得起来了 那你也可以在包饺子之前把你的饺子皮表面的淀粉刷干净一点 不要太厚的话这样就比较不会影响到你包饺子 再看一次 周围一样刷上一点点的水 中心点先捏合 剩下两边了 然后手一样就是沾一点点湿的水 我们收两到三个折子 有时候你的这个饺子皮它的粉比较厚 就像你刚刚看到就捏不起来 那我就会再手再去多沾一点水把它捏起来 那如果说你在操作之前也可以先把这个饺子皮表面的这个淀粉 把它刷掉一点 这样可以比较不会那么麻烦 会包饺子的朋友们 如果你有自己更好的方式 你可以用自己的方式 你只要确定底部是一个平座的感觉就可以 那我们再给大家看一次 就是中心点心捏合 然后我会往旁边拉两到三个折子 然后固定 一样另外一边两到三个折子把它固定 这样就可以了 现在来做酱汁的部分 我们一共用到了有酱油 白醋 糖 蒜泥 姜泥 葱花 香菜末 还有辣油的部分 那前面有提到 如果你不吃辣这个辣油可以不加 但是我觉得这个味道还蛮好的 如果你不是那种一点点都不能吃的话 它其实不是真的是很辣的那种 它就是提一点味道 所以你不妨试试看 那里面食用的这个比例 可以依照你自己个人的喜好再去调整 在我们煎饺子之前 我们先来准备淀粉水的部分 我用了一汤匙一个tablespoon的面粉 所以我要配上10倍的水 所以我们是1比10的比例 所以一汤匙的面粉配上10汤匙的水 把它搅拌均匀 这个环节做好 我们就可以开始来煎饺子 我今天用冷锅冷油的方式就开始煎这个饺子 所以我可以先锅子是冷的状态放油下去 然后可以用刷子把它刷均匀一点 因为它油是冷的状态比较稠不容易散开 那我们就把它周围跟底部都确认有刷上油就可以 那同时下面我大概是中火再加热 在加热的同时就可以把这个饺子放进去 我是摆成一个圆圈圈状 那这样我起锅的时候 我可能没有那么大的盘子 我可以连整个平底锅一起放到餐桌上 这样直接吃也很好 所以你这个可以自己去调整 你的锅具 然后看你一次可以煎多少颗 我这个锅子大概是24公分的一个平底锅 我们的油开始热了之后 底部你会听到那种滋滋的声音 这时候就可以把淀粉水搅拌一下 倒进去 这个水量大概要多少 差不多是0.5到1公分的一个高度就可以 不要超过1公分的高度 然后我们水加下去之后 请你转开大火 要把它整个煮到表面 你看起来是沸腾的一个状态时候 再开始盖锅盖 我们盖锅盖之后呢 大概是转成中火就可以了 大约是7到8分钟之后 你透过锅盖 如果你看到这个水分也蒸发的差不多 没有水了 你可以开锅盖看一下底部的一个上色度 如果是这种金棕色的话 就差不多可以转成小火 然后撒上这个葱花跟芝麻 然后再盖锅盖一分钟之后就可以起锅 那如果说你并没有要把它翻过来的话 你要直接在锅子里面这样吃 你就整个出品过去就可以 那中间那个地方你就可以放你的酱汁 另外分享一下 这个配方的饺子做出来也可以用蒸笼蒸熟的方式 口感也很特别 不要用水煮的 因为我们这个是用烫面的方式去做这个饺子皮 所以它不太适合用来做水煮的饺子 那如果你的饺子做比较多 没有一次用完 你可以把它放到密封保鲜盒冷冻保存 今天我们的教学就到这 如果还有其他的操作问题 欢迎在下方留言给我 我们下次见